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为促进经济增长 为美国中产阶层和企业提供税务优惠 同时结束为美国富裕阶层提供的减税措施 星期三奥巴马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发表讲话时说 他的计划包括去除为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提供的减税措施 而延长为收入低于这个水平的家庭提供的减税 从事研究和发展工作的公司和向新的基本建设项目投资的公司 也会得到相当多的税务优惠 奥巴马说这样做会促使雇佣新员工并且防止就业机会流向国外 共和党人说奥巴马总统的经济政策增加了几千亿美元的赤字 他们说他没有兑现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诺言